最近应该是留学申请季开始了 很多Bio都私信我 问我如何才能来瑞典留学 以及大概花销是多少 与其一个个回复 倒不如直接出一期视频 教各位Bio如何以最低的成本来瑞典 或者说欧洲国家留学 如果Bio们喜欢 请多多点赞 我以后多更新一点这类的视频 帮助各位Bio打破信息避内 想要出国念书 首先最重要的当然是申请 申请学校在很多Bio 看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所以资深了留学中介这个产业链 但实际情况是 欧洲留学申请中介可有可无 遇到不负责任的中介 给你写简历和文书 甚至还会起到一个反作用 因为最了解你自身情况的 只可能是你自己 想留学 所有的信息在网上全都公开可查 用你想学的专业 再加上学校的名称 就可以看到具体需要的文件 以及各种要求 照着官网念出的lease的去准备就行 这时候又有Bio问了 我不会英文咋办 文书怎么写呢 现在是2024年 AI已经蓬勃发展了好几年 让AI为你写出一个大纲 自己顺着这一丝路去写 但也不要完全依赖AI 因为有的学校是 明令禁止用AI写材料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 让AI给你写一个alternate 然后你再自己去填充 这样既不违规 你的思路也会更加清晰一点 如果还不放心 最后找一个英语好的人 进行润色就大功告成 没必要花上那好几万的中介费 然后讲一下开销 我查看了一下账单 一个月大概在3400 单位是人民币 这3400包括了租房那2400 以及吃饭和交通1000 房租水电没啥好说的 如果在斯德格尔摩念书 当地有专门给学生的租房平台 SSSB 我就是在这个平台上 租到了目前住的这个corridor 独立卫浴 公共厨房 月租2400 包水 包电 包暖气 还是比较划算的 吃到这方面 只要你不下馆子 天天去吃负 去超市买肉 蛋 奶 按灶 一个月1000块 完全可以解决 对自己实量不大自信的比喻 可以参见一下我的这期视频 出门由于我一般都是走路 加骑自行车 由于瑞典或者说整个欧洲的自行车道 都非常的完善 所以骑车完全不用担心 这个季节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做好保暖措施 怕冷的比喻也不用担心 冬天出门 可以在群里收购同学们的公交卡 比自己买要便宜的多 十分的爆赞 看到这里 有的比喻就要杠了 你只讲衣食住行 不讲学费是何居心 别急 现在就要讲到了 瑞典的学费因专业而已 根据斯德林斯维顿的数据 平均学费为13万瑞典克朗一年 按照目前的汇率换算成人民币 大概8.6万 两年学费总开销 平均约为17万人民币 但这里面是有一个巨大的bug可以卡的 比喻们如果看过我之前的视频就可以知道 如果你和你的男或者女朋友一起来读书 请女中的一人拿学签 另一个人拿伴女签 其中一个人申请学校 是可以走欧盟居民通道的 这也就意味着是不用出学费的 男男男女女女情女都行哦 由于这个不是本期视频的重点 想了解的比喻可以直接移步我的这个视频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接下来讲一下收入 由于很多比喻们都是穷哥们 没有收入是不行的 所以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瑞典拿学生签证的外国人 是可以合理合法打工的 这也就意味着留学的花费 你可以通过打工来cover掉很大一部分 就拿送外卖局例子 目前瑞典某知名外卖平台的 送外卖的平均时薪为180克呢 但根据我个人的调研来看 骑自行车送一个小时160克呢 是板上钉钉的 周末甚至可以达到200克呢 主要是这玩意儿没有门槛 时间灵活 只要是个人或骑车就能送 如果对自己够狠 你用平时时间送送外卖 好好资本主义社会的羊毛 甚至可以月入过万 生活费这不就有了吗 和我同住一层的印度脑格 甚至注册了两个外卖平台的账号 每天见他不是在送外卖 就是在送外卖的路上 现在他到底有多付 我简直不敢想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比我们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多多点赞 我以后会更新更多有关内容 教你低成本留学 狠狠耗资本主义社会的羊毛 另外我不接任何形式的中介服务 也不会推荐任何中介 所以这方面有需求的必有 还是不要私信我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